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禁要问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人 能让智慧而豁达的苏氏如此深情地记挂呢 王福是苏氏的结发之妻 十六岁时嫁入苏家 那苏氏对她的评价是敏而尽 就是说她既聪慧机灵又沉浸内敛 那苏氏读书的时候 王福就在一旁陪伴 有的时候苏氏背书背着背着夹壳了 王福反而能提醒她 很可惜这么一位既聪慧又谦逊的好女子 在二十七岁的时候就香消玉允了 在爱妻去世的十年之后 苏东坡到山东做官 竟然在梦中与爱人重逢 但此时两人千山万水 阴阳相隔 所以东坡不禁就发出千里孤焚 无处化凄凉的感慨 可就算能见面又如何呢 纵使相逢 阴不时尘满面 病如霜 你还是青春名利的模样 而我已历经岁月的风霜 变得衰老了 我想啊 苏氏在写这句的时候 心里啊 肯定是充满酸涩的 东坡呢 年轻的时候心无臣腐 用他自己的话说 眼前见天下 无一个不好人 而王福啊 在洞察世事人情方面呢 就比丈夫成熟得多 有的时候啊 苏氏呢 跟来访的客人聊天 王福就会躲在屏风后面听 有一次呢 他就跟丈夫讲 说 刚才那个人啊 说话完全是在迎合你的意思 这种阿谀奉承之辈 你呢 不要跟他浪费时间 还有一次 他跟丈夫说 这个人跟你刚刚认识 就表现得如此热情 这种速成的交情 恐怕长久不了哦 你要提防 王福的判断呢 后来果然一一地应验了 王福去世后啊 苏氏在这个仕途上是磕磕绊绊 被摔打得越狠 对王妻的思念也就越深 因为他呢 不仅非常的体贴 而且声明大意 想要跨越时空沟通生死 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做梦了 在一个梦里 苏氏终于和妻子相逢 夜来幽梦呼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 相别已久的夫妻 本应该有说不完的话 但思绪如马 不知从何说起 只相顾无言 唯有泪前行 料得年年长断处 明月夜断松岗 有人说呀 那种满松树的小山坡 是苏氏和王福 曾经约会的地方 也有人说呢 那是苏氏埋葬王期的地方 那无论是定情之所 还是死别之地 都是苏氏记忆中 不能磨灭的所在 苏氏之所以对王福念念不忘 因为他不但能体贴自己的生活 还能予以自己 为人处事的劝谨 既关心爱人的身体 也不忘关注他的心灵 可见啊 真正深厚的爱情 不仅仅是眷恋 是痴迷 更是敬重 是感恩 谢谢 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